其實今天除了我以外 好多朋友都在一起啊 你說裡面的黃鐙輝 裡面的鳳小月 同樣在小時候一起長大 曾經參與過彼此成長過前的春風 然後還有一所昌憲 這些人經過若干年後都在一起了 對我來講是非常美好的時刻 就評審有說你這次的表演就是 跟上次有成熟一點 你覺得有激勵到我們來自拍 因為我也年紀大了一些啊 當年28歲啊現在41歲 我經過了蠻多事情的 對啊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是蠻開心的 會有吃過粉嗎 你覺得我有嗎 還是會贏 多少會有一點就還是會贏 我覺得興奮跟緊張一定會有 因為畢竟是這麼大的一個典禮 但是我想沒有你們想要的戲劇化的東西 對 其實我這次金馬獎我覺得非常特別 因為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無論是光漢伯鴻 然後我都認為我一開始在論壇上面有講的 他們都很優秀 然後可以跟這麼多優秀的演員一起 一起在這個金馬六十的社會上 我已經倍感光榮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今天 除了我以外 好多朋友都在一起啊 你說裡面的黃鐙輝 裡面的鳳小月 同樣在小時候一起長大 曾經參與過彼此成長過程的春風 然後好比說昌憲 這些人經過若干年後都在一起 對我來講是非常美好的時刻 我並不覺得 我一定要在金馬獎哪些什麼東西 金馬到今年我 終於明白金馬的意義 它並不在於 跟同個圈內的人互相競爭 拼個你死我活 它更多的時候在於 把這些熱愛生命跟電影人 全部聚在一起一起享受這美好的一刻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這個圈子最棒的事情 我感謝的永遠是 無論是烈姐也好 劇組工作人員也好 尤其是烈姐 她把我撿回家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我覺得最快樂的一件事情 好嗎